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现在是我们太太的命来的 妹妹别错怪我 何必生气呢 快关上 关上 你们只管去回太太 该怎么处置 我去自领 你们别忙 自然有你们抄的日子 真假不是给抄了吗 自己家里好好地抄家 果然今天真抄了 咱们也渐渐地来了 这样大族人家 要从外头杀来 一时是杀不死的 故人曾说 百足之虫 死而不将 必须先从家里自杀自灭起来 才能一败涂地 即使女孩的东西全在这儿了 奶奶且请到别处去吧 让姑娘们也好安寝 可细细地搜明白了 若明天再来 我就不医了 既然丫头们的东西都在这里 那就不必搜了 你果然倒乖 你连我的包袱都打开了 还说没翻 明天你敢说我护着丫头们 不许你们翻了 你趁早说明 若还要翻 不妨再翻一遍 这儿的东西都搜查明白了 你们也都搜明白了 都搜明白了 都搜明白了 连姑娘身上我都翻过了 果然没有这么安 你是什么东西 敢来拉扯我的衣裳 妈妈走吧 别疯疯癫癫的 我不过看在太太的面上 你又有年纪才叫你一声妈妈 你就搞仗人事 天天做好 专管生事 你打量我是同你们姑娘那样好心 由着你们欺负她 就错了主意 你收紧东西我不挠 你不敢拿我取笑 来 省得叫奴才来翻我身上 妈妈吃两天酒就疯疯癫癫起来 才把太太也冲撞了 快去 别再提起 我但凡有气心 早一头碰死了 不然 却能允许奴才来我身上犯赃 明儿一早 我先回过老太太太 然后去给大娘拍礼 带着妈 我去礼 罢了罢了 这也是头一遭挨打 明儿回了太太 我扔回老娘家去 对 这个老脸还要当做什么 你们听她说的这话 还等我去和她对嘴 不成 你果然回老娘家去 到时我们都糟糊了 只怕你舍不得去 真是有气主 必有气谱啊 我们做贼的人 嘴里都有三言两语 这还算笨的 背地里就只不会调色主子 嗯 嗯 嗯 这是郑大爷伤我哥哥的 因为我们老子娘都在南方 如今只跟着叔叔过日子 我叔叔婶子只知道吃酒赌钱 我哥哥怕交给他们 又花了 所以没差得了 悄悄反老妈妈带进来 叫我收着的 我就不知道 这还了得 二嫂子 你要打她 好歹带她出去打吧 我听不惯 这话若真呢 倒可以饶恕 只是不该私自传送东西进来 这个都可以传递 什么不可以传递的 这倒是传递人的不是了 若这话不真或是偷来的 你可就别想活了 我不敢折谎 奶奶明天只管问我们奶奶和大爷去 若说不是赏的 就拿我和我哥哥一头打死也无怨 我自然是要问她 就算是真伤你哥哥的 你也有不适 谁准许你私自传递东西的 你说 做接应的是谁 我便饶你 嫂子 别饶她 这里人多 如不拿依人做法 那些大的听见了 又不知该怎样的 嫂子若饶她 我也不依 素日里我见她还好 谁没一个错呢 只这一次二次犯下 两罪俱罚 但不知传递的是谁 一定是后门的张妈 这传递的事关重大 奶奶 想来那东西也是传递进来的 记一下 是 不要惊动小姐 这个四企是王善宝家的外孙呢 我去看看 把箱子打开 没有什么 等等 这是什么 这又是什么 打开 打开 饭 我去看看 我去看看 你 毕是他们胡写的账不成个字 所以买那件孝 真是这个账算不过来 你是思琪的老娘 他表弟应该姓王 怎么又姓潘 思琪的姑妈给了潘家 所以他姑表兄弟姓潘 上次逃走的潘友安 就是他表弟 这就是了 我念给你听听 上夜你来家后 父母已觉察你我之意 但姑娘未出阁 尚不能玩你我之心愿 若园内可以相见 你可托张妈给一信息 若得在园内一见 你再托张妈给一信息 倒比来家说的痛快 千万千万 在所赐香袋两个 金以茶收外 特寄香珠一串 略表我心 千万收好 表弟潘友安 拜祭 您老可听见了 明明白白 再没的话说了 您老说怎么办 扯得也好 不用你们坐老的操一点心 他压缺不闻的给你们弄了个好女婿来 你们倒也省心了 我的祖子娼妇 坐下什么面了 现实现报在人眼里 二奶奶 你们 Hmm 二奶奶 咱们 咱们 咱们